男人对准大白鲨 酷吃就是一缩子 鲸鱼一晃冤大头 立刻化解危机 上头的鲨鱼瞬间上头 咬住倒灶的鱼线 立刻展开疯狂的报复 很快就把大船拉到礁石地带 猛逼的强哥还在猛逼 大船已经撞上巨石 男人以为对方是垂死挣扎 举着鱼枪 四处寻找目标 大白鲨一个渔越龙门 将大船死死捆住 然后向着礁石撞去 锋利的鱼线将大船切割的支离破碎 男人手臂被卡住 强哥使出洪荒之力想挣脱束缚 结果下一秒 麒麟碧被暴躁的鲨鱼直接带走 紧接着 鲨鱼城邦街派向他们杀来 渔夫用鱼枪不断射击 鲨鱼的武力直终归差了些 被科技很火打的逃之夭夭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谁有实力谁有统治力 谁就是一方霸主 这一方霸主 这一方霸主